小莫你带着日本棒牌回来 我觉得日本他是这样 他是一个团队精神 然后呢大家培养都是一样的话 一起上进 而且呢他有些他在这个团队里面 你像我那个大的现在18岁那个小孩 他就不敢穿跟人家特别不一样的衣服 虽然他也做过童心 但是他也不 他连在学校都不好 刚刚进一个新学 他都不好意思去讲这件事情 他把脱离这个群体 被人家反而排斥 所以日本他要大家一起一样 比方说我有一个什么game 有个什么软件 大家一起玩 大家都是要一样的 然后不要穿特别突出的名牌 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共性 但我觉得有他的好处 就到外面 比方说打仗 他们肯定是比较赢 因为他团结 但是呢如果要做到国家发展的话 他们有优秀的领导 所以他每年在换手下 他没有那种可以独立一面的 这种优秀人才 中国和美国就比较接近 对 跟日本说完全是相反的 你说中国跟美国接近呢 到我那天看到 他们讲美国人的幽默感 和英国人的幽默感 你刚从英国回来 你看说这个英国人呢 我反倒觉得这个老国家的人比较接近 跟中国接近 他们说美国人的幽默感里头啊 呃一般是歌颂成功者 是对吧 美国人的文化啊 就是咱们对成功者说好话 对吧 英雄 对 但是呢 英国人的文化里啊 英国人是喜欢自嘲 就英国人的幽默里必要有啊 把自个儿当孙子 把自个儿踩脚底下 这种东西 特别是还有一点 就是你在英国啊 如果你牛牛牛牛哄哄的啊 你这种特别自信 或者说是整天成功这样的人呢 很难交到朋友 那么英国人呢 喜欢失败者 他们的这个文化里啊 哎 你啊 不是特别冒奸 哎 这种失败者 你你比较容易获得朋友们的接纳 是吗 反而他们说 像美国呢 就是总是接纳成功者 就整个社会赞扬成功者 但是英国人的这个英式幽默里头啊 就有大量的 对于失败者的这个调侃 乃至于自嘲 这是他们所欣赏 含蓄的 哎 我就想起啊 中国社会其实也烦成功者 也烦呢 烦 不喜欢 可能你们台湾不 反正内地 我就觉得 太成功的人呢 实际大家骨子里啊 还是羡慕嫉妒恨 嗯 你吃好了 喝好了 住好了 开好车 住好房子 对嘛 实际上大家心里就不愉快 是 把富人当敌人 把富人当敌人 对 那是不是因为 你没有其他的途径 让你觉得 你可以跟他一样 就是说 你会 如果在台湾 每个现在资本主义社会 难免都会有 比你 就是 大家这个自由 自由竞争嘛 总会有比你突出的人 可是在台湾 我就说 我们常常会觉得 就是被教育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有机会跟他一样的 尤其是我说 现在不管 陈水平当了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但是他是从农民出生 他变总统了 以前我们怎么可能觉得 变成领导人是有可能的呢 就我们小时候是不可能 因为只有像那种 讲家 这种皇家世代 才有可能 但是自从 有这样的领导人出现之后 现在的小朋友 讲说 我以后当领导人 谁敢笑他 没有嘛 因为我的机会是均等的 只当你努力就有可能 那我就不会仇视你 因为我 我仇视你 我以后也被仇视的对象 更何况 为什么好仇视你 因为我只要努力 我可以跟你一样 对 所以是那个机会 有没有均等的问题 所以这个社会 保持这么一个幻想 对 对 对 就跟美国一样 保持一种 American Dream 总觉得有个理想 我有 我有一朋友住在美国的 他可能是斜眼看人 他就说 实际本质上都一样 美国人也是羡慕嫉妒恨 所以才会 他就怎么解释 他所以你像比尔盖茨 这些人 他发了财 他拼命的要跟你说 我没有上过大学 我什么 其实就是说 我跟你们一样 只有这样 他获得人们的接纳 要不然大家 也是就像咱们中国 早就王侯将相 宁有种故 谁都 日本有没有羡慕嫉妒 当然有 你像现在最近的这个 这个大阪府 大阪府 从大阪的县 对 大阪府呢 他自己不做知识 做市长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桥下 桥下现在已经受日本的国民 老百姓的支持 他都准备跟十元圣坛来 来组建一个新党 要推翻他们国家的那些一些老的一些传统的这些政治的一些一些观念 然后他要把大阪府变成大阪都 东京 日本只有一个都 他把大阪变成的大阪都 所以今年的选主 就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英雄出来了 他才四十岁刚过 他知识不当 他反 去选一个市长 他就选上了 他把府跟市 把周围变成一个大阪都 所以这个呢 他是新兴的东西 而且很年轻 他以前是做这种演员 做律师出什么 个人偶像出 个人偶像 但有些老政治家可能妒忌他 当然他又因为有人气 那没办法 所以他两天之间 他当了市长以后 到了东京 去办法所有的政治家 包括小泽伊朗 一流的全建他 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心里还是不舒服他 所以心里 因为他最早自民党是不支持他的 结果他反而他胜了 如果再不支持他的话 今天再搞国会大选的话 自民党 那个民主党 都不下去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好比像现在我们说的 羡慕嫉妒恨 有些人的解释说 古代社会 等级分明的社会 反而这种不平衡感觉不多 因为你生来 就是这个低下阶层的 你会认命 但是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平等了 就人人有机会 所以这个不均 换割换不均就出来了 可是我记得 日本文化里头 还是很有等级感的 没错 没错 对吗 在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同僚 他们有个先辈 所谓先辈不是老前辈 他是只要比我早三个月进这个公司 你就是我的身败 所以他有这个等级观点 先辈挣钱多 他不平衡吗 那他是应该的 就先辈哪怕是年龄比我小 但你比我早进这个公司半年 你就是我的先辈 那他是不是负责的事情要多一点 或者说他有责任要提息 或者是要教育后 当然从义务上 他的先辈是要提醒的 但是他就像个官一样 并不是他的上师 上师那就更加 所以上师和先辈叫他去喝酒 你的自己套钱 你必须陪我去 你就能去 所以在日本存在这么一个 社会问题 论知排斑 对对对 但我认为是说 这件事情不会被推翻 是因为这些人 他必须像比尔盖斯 他有钱了 他必须要回馈社会 然后在英国 我那天去看温莎宝 不就是那个 伊丽莎白60周年 反正他现在还住在那吗 那你就看到他里面 充满他的传记 对不对 他那些纪念品店 那因为想说 一个女王做60年 为什么到这 现在我们这种世界 还你还会崇拜一个女王 或者是你会想去读他 小时候做什么 就是在英国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我后来发觉 就任何个国家 只要有个信仰 不管他是被教育 或被洗脑之类 他有个信仰的时候呢 这个国家会很稳 就是台湾或许 我如果说 你刚刚说我们被洗脑 我们被洗脑 人人均等 就是从小 我们就会说 民主社会人人均等 我们被洗脑 所以我们有某种信仰 你会在心理上 可以让你维稳 但是我们现在内地没有 因为你有钱了 可是你没有负一样的责任 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 你可以拿到 拿到更多的资源 但是你并没有对别人更好 你只是对自己好 你没有对任何人好 那这样当然 我就会仇视你 因为你拿那么多资源 然后我又没有办法 变成跟你一样 所以这个不安就出现了吗 就说我们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那在日本 我们有天皇什么 他们要 他要负责更多的责任 我得要 负责的天皇 已经是一种表面的 一种一种 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它主要是 首先在管事 主要是各个政党 然后民众之间呢 现在的学生 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 现在已经开始 在关心政治 不是并不是 不关心政治 所以这两年的选举 就看得出 自民党统治了五十多年 会不会的推翻 那就说明 现在民众在关心政治 所以票选已经在 已经在倒下另外一边的野党 日本现在也开始 心里不平衡 像这样三叶行 广告绝后见 美一战争一触起发 美国三航母齐驱海湾 加速改进 巨型钻地弹 针对伊朗 伊朗总统强硬表态 伊朗已经为牺牲做好准备 大战风生四起 战争会波及中国吗 能源危机 国家利益 世界和平 伊朗危机 会不会殃及中国 格力一虎一席谈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谈 船长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宝渡藏 红花国色 剑像变化 红花狼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足动 全球发售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二十年前那个严冬 风气云涌 专门的严谨 就针对邓小平 这个该开放 带来以后 会绵绵 局逐前行 却始终笼罩着阴霾 冒险一搏 如何才能拨云见绿 东卫 你死了 死了 不搞 开放 开放 大当 对 我 你会 死了 春围 邓小平 九二难寻死落 星期一开始 凤凰卫视中安台 所以心情怎么才能平静 这是现在一个大问题 对 传说日本人心情比较平静 对 那是因为他有一个道统的东西 就是说他会觉得 你像什么先辈后辈 如果后辈创造了更多的东西 或者财富做了更大的贡献 嗯 那么 对 所以在前行年就是 就是就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那晚辈进来的对吧 晚辈进来的 就一直在压在先辈和上市的底下 所以一直出不了头 特别是外国人 进到他们那个社会就更难出头 很少有女性 呃 外国人在他们大公司里当部长 或者做到副社长 其实很少 日本人不嫉妒这个富翁吗 谁大款 谁 日本那个 不 他的他的法律是不让你富翁 你像皇族 你像他皇族 他的他的子孙后的都没有钱的 哎 他日本他的法律是这样 他不他不让你两极分化 两个极端 那有钱的怎么办 你父母有钱的 他财产税很高的 哦 甚至连财产都付不起的 不敢要这个土地 不敢要这个房子 不敢寄存 不敢寄存 都不敢 最后就拍卖 最多45%的高额税 对 还不止 就更高的 那自己创业发的财呢 自己可以 你自己可以 但不能继承你的父辈 和举备下来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贯 文明启示录 他没有两句分化 他中间层比较多 所以他比较平稳 这是 这位是 这位是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